不過我們所有人都期望會看場普波 你們說劇少一波,開波,不久也有劇少一波 當然在報紙上有些打亂 本身我覺得對面對手,別人都是想測試普波 但第二個牌,加油的面相不關 我不明白為何會給我,我都問清楚到現在的時間 給我一個牌,助手少一個,難踢一點 不過我覺得開心的是球員沒有放棄的 其實少兩個都會照為手,所以這個是我們很強調的挑戰精神 即是,入得一球,入得一球 我也很開心,看到我們的球員是一個戰士 這個是需要的,這個精神是需要的 當然是,期望下一次,下一次準備再踢 我希望可以完整整一個,踢完一場魔 還有,我覺得覺得是,總之同一種情況 為何剛剛,林雨那部交給球員特別有狼雄 我也不知道,我想想是要了解多一點 可能我沒有別人感受到他,很清淨 上場記者覺得,滿意跟人送財和親歷員 滿意的,我只覺得雖然千萬人不是多的 不過我覺得我們的球迷很有氣氛 這個希望可以帶給我們香港球迷看一看 那個輸4比0還不斷地喊 永遠都不會罵自己的球隊,擁護球隊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正面 我相信我們今天能夠再回一球 我們的球迷都很有助力 不斷地喊 如果你不看比數,可能還以為只差一球 說的是四球 四球他們都這樣喊 球迷又這樣,我覺得是開心的 收9萬元入場也算不錯吧 你覺得收100元,但現在的入場也算滿意嗎? 剛才說了,當然你有1800人 當然是開心的 我覺得之前幾隻朋友都問過 我覺得始終,我相信不會想賺錢 不過我覺得相對將職業足球的地位提高 即價錢,其實60元可能一百分我們可能會貴 不過其實在外面也不行 我覺得這個慢慢地步一步 大家覺得如果將職業足球的地位提高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一個循環 當然,我在學習我看 究竟球會他們有新的動作 新的方法 其實不凡之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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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